精心策划的旅行突然取消 这样的打击该有多大 下面这个叫做 Joe Magrass 的英国小哥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他本来与 各好友约好 一起为其中一个好友过生日 到西班牙马约卡岛旅行 他们买好机票 订好酒店 一切准备就绪 但在最后一刻 Joe 却突然有事 去不乐了 大家觉得很遗憾 但也没办法 难道 Joe 的机票和酒店钱就白付了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超疯狂的主意 要不再找一个 Joe Magrass 去旅行吧 当朋友没法和你一起旅行的时候 去网上找一个同名的人吧 另外一个来自曼浙斯特的 Joe Magrass 要跟 十个陌生人去旅行吗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但热烈欢迎他 他们通过社群网站找到了另一个陌生的 Joe Magrass 从照片来看 这个朋友很面善 应该不是那种难相处的人 时间紧迫 救他了 几个人给 Joe 发来邀请 说嗨 Joe 你愿意和 个陌生人一起去旅行吗 机票和酒店都订好咯 我们要去马约卡岛为朋友 Nathan 三十 岁生日 但我们的朋友 另一个 Joe Magrass 去不乐了 我们已经为他订了机票和酒店 如果他不去 Nathan 一定超难过 幸好借载还能弥补 只要你加入就好了 Joe 刚开始收到邀请时还以为是骗子 知道天上真的掉了馅饼后 都快高兴疯了 一连 天没睡好 整天想着这次旅行 事实证明 他们的决定很正确 大家在马约卡岛玩得很开心 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少见 邀请陌生人旅行 接受陌生人的邀请都需要勇气 看来双方都很爱玩 生活就是要有点心意才精彩 遇到这样的机会前往不要放过啊